你只是远远看过去它是个领导 但是可能我们第一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 这个就很难了 香港人 国内同胞 外国都知道我们有地质公园 但是没有什么渠道去找到 哪里提供这些活动的资料 和他们举办的时间 疫情之后 内地旅客转变旅游模式 到港不再单止是购物 除了来港Citywalk 周末组团行山也都成为新潮流 本港交易活动也都吸引一帮内地路友 这半年其实我每周去的地方还是挺多的 一般像麦地豪京二段 这个比较活的地方我今年都去了七次了 因为很多朋友他都会想去 想去我就会带着大家一起来 然后像大中山 凤凰山 鸡公岭 东平州 塔门岛 我们这些基本上像现在就说能收到和大家普通能知道的地方 我们基本上都去过 来自深圳的资深户外玩家Mike 近半年每个周末几乎都约同行网友组织行山团来港行山 记者上个星期跟随Mike一行十个人到塔门露营 虽然出发前明知天气不稳 但仍然按原定安排出发 结果一日内遇上三次黄雨 他们到我们本来如果今天没有下雨的话 我们是计划先还到走一周 走一周差不多刚好到差不多五点多钟的时候 就到这里来露营 开始搭帐篷 然后开始煮一些吃的 然后再开始大家聊天干嘛的 晚上休息 第二天早上我们是看日出 不过天气不似预期 抵达塔门就遇上一场又一场的暴雨 但是一行人依然自得其乐 不同的天气我们不同的应对去感受不同的户外条件 我一直都说户外不光是有晴天 也有雨天 然后有阴天 每种天气给你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 都是一样不一样的体验 香港的山海环境对Mike来说 有着独特的吸引力 令他愿意不断前来探索 香港和深圳基本上都是以山海为主 有山有海 然后香港的这个吸引力就是 它的海可能会更干净 因为可能是保护得比较好 或者说它海岸比较窄 它更难 没有什么垃圾 这个是比较有吸引力的 然后山里面它也没有什么垃圾 香港的户外它会比内地还是有优势的 它的设施啊路线啊 然后包括香港的人王或者说我们在遇到的之间 还有一个就是包括它的这个管理上面来说的话 它都会比较好一点 交通会非常方便 就是我们从深圳过来确实是很方便的 比如我们去到深圳的山里面交通还要方便 但是内地旅客到港进行户外活动的消费 主要集中在交通上 他们通常会自备干粮 但是并不是没有消费意欲 他们愿意付费探索更加多香港的户外活动 但是苦于不知道相关的途径 不管是这一次还是以往的很多次数好 我们消费基本上在交通上 其他的消费比较少 因为我们户外的话不会没有经过商业街嘛 这种商业成为的消费就没有 我们有带面包啊水果啊 然后饮用水啊饮料啊都有带 然后今天因为我们是露营嘛 露营可能我们会有烤肉 然后烤肉的食材是深圳买好的 一些比较难接近的地方 就是说接近性比较差的地方 因为我达不到这个地方 你提供给我 我也可以愿意去消费区 去南亚岛会经过它看到到它 但是我想我上面我看到有人在上面 但是我要想一下我要怎么去跟他们一样 我要上到那上面去 不知道从哪里了解 像比如说划船啊 然后坐着船出来去打鱼啊 这种事情其实生长以外的这些项目 都是愿意的 都愿意去尝试 我看到很多 但是我并不知道他们是 怎么去联系他们去做这个事情 而对于户外新手黄小姐来说 根队同行路营主要为了散心 只要有一条龙服务 他愿意给钱 只要有带队的 他们觉得我能去的地方 就是跟我说的那地方有什么 我感兴趣的话 我基本上感兴趣了我都会去 如果是玩的种类比较多的话 我就预算花个一千多是可以接受的 内地旅客苦于找不到相关信息 但是香港并不是没有这样的旅游项目 本港太子旅游专营本地深度游 旗下三条获奖路线里面 有两条专注行山和游泳 负责人林炳成提到 除了跟团出游 他们都尝试着为游客提供其他配套服务 我们有些很悠闲的路线 可能全日都行山的 或者我们行半天的都会有 我们现在都有开始准备帮别人 一路设计他们去自助餐 哪里预计 我们可以帮他们安排 车船帮他们安排怎么去 那调整路线让他们自己去行 不需要一定跟我们去 即使有不少优质的旅游服务和产品 但林炳成认为现时推广不足 希望通过同旅发局合作 并且将旅行社产品放在内地社交平台推广 香港人、国内同胞、外国都知道我们有地质公园 但没有什么渠道去找到 哪里提供这些活动的资料和他们举办的时间 其实我们也有事将会和旅发局合作 看看可以将我们的路线扔上旅发局 让公众给人报名 小龙书暂时 本港旅行社还未可以直接对路 如果政府和我们推广到 可以旅行社和大小龙书直接在国内推路 那就不同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